那事情是这样的 2019年的10月6号 郭俊瑞发了一个关于云南咖啡的视频 讲述他在云南推广咖啡豆 以及创立自己的咖啡品牌 Fibo咖啡的过程 那发完视频之后呢 很多粉丝打开淘宝 蜂拥而上的买了郭俊瑞的咖啡 而我在4个小时后打开淘宝去买 不幸的是已经卖空了 于是我当晚就做了一期 郭俊瑞咖啡豆的云测评 那说是云测评呢 不如说是一期咖啡科普的视频 第二天我就收到郭俊瑞的站内私信 那于是呢 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这一期 深夜咖啡屋的Q&A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深夜咖啡屋 今天呢 我们深夜咖啡屋 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 Jerry 哈喽Jerry 你好 最近我有好多关于咖啡的问题 可以问你吗 可以 说那第一个是咖啡喝多了 有河海区 你平时每天喝几杯咖啡 看一杯 每天在一到两杯的时候呢 对身体是有益的 但是呢不能过多 如果你要是非常非常多 可能会感觉到心悸 你的心跳会加速 跳得很厉害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焦虑 会失眠 你睡不着觉 或者你空腹喝的话 会刺激到你的胃 会拉肚子 当然你如果要是每天喝一杯两杯 它对你的身体都是好的 那你平时喝几杯 每天的上午会喝一杯 下午会喝两杯到三杯 所以每天喝差不多四杯 对平均下来的话 我每天是喝三到四杯 哇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量 当然每个人他的体质不一样 他对咖啡因的反应也不一样 那咖啡为什么有酸的 还有酷的 总体来说有这几点 就是咖啡的酸味的形成 它是有几个方面的 首先第一 是跟咖啡的种植有关系 高海拔的咖啡豆 还有一些非洲的一些咖啡豆 它的果实本来就是酸的 它会有酸甜感 你去云南有吃咖啡果 对不对 吃了吃了吃了 对它的咖啡果是什么味道的 水果味 咖啡果 他们从书上把这个果拿下来 那你们经常喝的咖啡 在这个果的里面 我们看 这个是白色的 对 水果它就是有这种酸甜的感觉 那另外一方面呢 它是跟咖啡豆的烘焙有关系 就是你的咖啡豆烘焙的越浅 它的酸味就会越高 然后咖啡豆烘焙的越深 它的酸度就会越低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跟咖啡的制作的环节 就是萃取 就是如果你做一杯意识咖啡 你萃取的时间太短 那它也会产生酸味 那你萃取的时间太长 那它就会产生这种苦的味道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分为这三个方面 所以不同的烘焙度口感有什么区别 不同的烘焙度 咖啡豆它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烘焙度 就是浅烘焙 中度烘焙 以及深度烘焙 浅烘焙的咖啡豆呢 它就会比较偏酸一些 然后中度烘焙呢 它就会比较平衡 又有酸味又有苦味 深烘焙的咖啡豆呢 它会偏苦 你平时吃牛排吗 嗯 喜欢吃牛排 你喜欢吃几分熟的牛排 五分 五分熟的 对 为什么呢 可是因为我不要 我不要食饭 因为没有味道 我喜欢那个牛肉 有点生的牛肉味道 但是不要太生 呃 你喜欢吃五分的牛排 是因为你能吃到它牛肉本身的这个味道 它的食材的味道 所以你觉得如果我喜欢吃五分的牛排 那我应该喜欢中度吗 吃牛排和喝咖啡 没有关系吗 对 也是没有关系的 对的 因为有的人他就喜欢喝苦的 有的人就喜欢喝酸的 对 但是呢就是你可以用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去理解咖啡豆这样的一个烘焙度 喜欢喝浅烘焙的咖啡豆的人呢 那他更喜欢咖啡原本的味道 嗯 因为他烘焙很浅 就相当于三分熟的牛肉 如果一个人他喜欢喝深度烘焙的咖啡豆 那就相当于是你吃牛排的时候呢 大概是七分熟 咖啡为什么表表面很有 这个也是跟咖啡豆的烘焙和存储有关系 嗯 就是你如果你的咖啡豆烘焙的太深 烘焙出来之后 那他的咖啡会释放二氧化碳 他的表面就会产生这种油脂 嗯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呃 当然并不是说这个表面有油 他的咖啡豆就不好 或者是咖啡豆就坏掉了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就是第一 咖啡豆烘焙过深 那第二 要释放这个二氧化碳 所以为什么欧美这样的国家 大家都喜欢喝咖啡 因为你平时喝咖啡对吧 咖啡它在欧美 是属于餐桌上的一部分 它是属于你日常生活中饮食的一部分 是和你饮食连接在一起的 我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个 中国还是以茶为主的一个国家 很多现在年轻人也都喝奶茶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奶茶是我们饮食的一部分 就比如我们吃完饭 可能就会去买奶茶喝 就跟你们去吃完饭 喝咖啡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大部分人喜欢喝奶茶 没有没有喜欢喝咖啡 这个跟中国的茶的文化是有关系的 包括我我的父母 我爸妈他们都喝茶 受这种茶文化的影响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咖啡文化 也从欧美国家流传过来了之后呢 那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办公室的人就开始慢慢接触 热晒密处理水洗味道有什么区别 这是咖啡的就是生豆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就是你在咖啡豆采摘下来了之后呢 那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这种处理法 日晒的咖啡豆它有更多的一种咖啡的风味 它的flavor非常的rich 水洗法更干净 还有密处理呢 它的味道干净 然后呢又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风味 密处理的它的这个咖啡豆 通常来说呢都是咖啡的生豆非常好的话 它才会用密处理 那这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些问题了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到Jerry 以及Jerry的这个粉丝 我觉得应该帮助到 但是好多人有这些问题 我觉得你的回答不错 也帮我读定了 Jerry 因为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深夜 深夜非常晚了 所以说Jerry喝水 但是我对咖啡免疫 所以说我可以喝咖啡 咖啡对你来说是水 对